二战一爆发 纳粹德国是连打带拉 把整个欧洲都快吞了 40年6月10号 就在法国政府撤出巴黎防线全面崩溃之际 意大利对法宣战 法军没有退缩 被德军事连续的挫败 正憋着一股火 所以把这个送上门来的义军一顿胖揍 希特勒欺负我也就罢了 你小莫也敢欺负我 所以法军拿出了拿破仑时代相媲美的勇气 不断反击重创义军 眼瞅着就要打进意大利境内 这时候希特勒发话了 停停停停停 stop 差不多得了 打狗还得看主人 小兄弟是怂了点 但你别太过分 做人要吼道 做人要吼道 法国投降了之后 德国占了法国的五分之三 只分给莫索里尼832平方公里 比北京市区面积大点有限 莫索里尼很不服 凭什么呀 我也是法西斯轴心国呀 为啥你占那么大地就给我这么点啊 西边不行 咱向东西看看要不 进攻希腊吧 遥想当年古罗马共和国经过四次马其顿战争 让希腊臣服了几百年 我老莫要复制那时候的灰火 所以莫索里尼准备出动百万大军去占领希腊 而且美其名曰 进攻希腊就是去雅典散散步 跟武装游行 差不多 没想到他的政治决定遭到大多数意大利将领的反对 尤其是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 这个人在三年之后领导推翻了莫索里尼的政变 独裁者总会有一些帮凶不失时机的不揣冒昧的站出来 这个人就是驻阿尔巴尼亚 意大利第25集团军司令布拉斯卡中将 他早就希望通过一场军事胜利积累功勋 得过这个总参谋长的职位 把巴多格里奥这个老家伙赶下台 他在这个10月15号就赶到罗马 积极游说莫索里尼 老大 古罗马通过四次战争征服希腊 我们肯定比先人干的漂亮 恢复大罗马时代的荣光 老莫啊高兴的呀 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12月28号早上 意大利大使贾欣星的向希腊政府提交 只有三个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牒 要求允许异军进入希腊国土 最恶心的事呢 就是跟后来日本偷袭军中港干的一样啊 在通牒提交前几个小时 意大利军队就已经侵入了希腊的伊比鲁斯山区 起初 意大利军队实施了一次试探性进攻 就摧毁了希腊军队的前沿防线 布拉斯卡发给这个莫索里尼的电报说 说你看我没吹牛逼吧 所有意大利部队充满勇敢和献身精神 他们在竞赛中冲向约阿尼纳 就差来个拉拉队加油了 可是造化弄人呐 命运让异军的故事 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尾